播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这个是原降误 原来拿回来的降误 或者是我们自己煮好的降误 那拿回来以后 要用 现在开始要来表辈 要用的话 那我们先打软 先把这个降误要打一打 打软以后慢慢加水 水不能一次加 水就分几次来加 现在酱油就比较细腻了 那我们再加水 一次不要加满 分次来加 好 我们再加 开始再加 加过以后 我们开始来过粒 这个是塞网 过粒塞网 那我们过粒把它放上去 那这个塞网 这个很简单 就要颗粒 把那个颗粒 把它过粒起来 现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上面就有颗粒 这我们要把它消失掉 消失掉才能够用 好 那现在我们调了 现在能不能适合 我们现在能不能用 那现在我们用手来试 那为什么用手来试 就是拼我们的经验 我们不会像学校里面 有仪器来测 那我们就用手来测 第一个 看眼睛看了 这个降五水就像米汤一样 现在看起来就是 那个走走的 那用眼睛看了 第二个用挑的 挑起来像一条水线 那这一条水线呢 就是差不多了 那假如挑起来就像 假如挑起来像后面这样低的话 表示这个降五还很稠 不能用 所以还要再加水 好 那第三个 这个是刚才讲的 第一个用眼睛看 这个降五是不是很浓 第二个我们用挑起来的 那第三个就比较标准了 为什么比较标准 用我们身体去感受 来我们用手去抓 假如抓起来 因为我们这个降五 分两次 第一次就是第一道 我们就是化心在做的时候 第一道就是 就是叫做 比较稀一点 那假如说我们已经都连了 其他的配料以后 后面要互备的时候 那时候就要比较融 那现在我们出表的话 就比较稀 好 怎么沾呢 锁去拉 假如锁 沾起来马上就很连的话 就表示还很融 好 我们试试看 假如滴到水没有的话 这样的话才会很 这样我们才感觉说 这个可以用 好 我们就试过了 放下来 那现在呢 我们来做一个出表的动作 就脱底的动作 这个接张呢 表示是我们的化心 就是我们的字化 什么叫做化心呢 你可以你听一下 好 接张就是我们的化心 就是同学拿回 拿来的这些呢 我们要准备要把它偷表 这个是 因为接张纸 一般来讲 这个是仙子 仙子没有拉力 所以很容易破掉 那我们后面呢 会加这个薄的 这个 棉子 这个叫做手工棉子 这个有拉力 加到后面去 所以我们接张纸呢 就是给这些化心 当一个寿命 加长它的寿命 就不会坏掉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 第二个 刚才是调降五的部分 那现在第二个呢 我们来做翻托法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小张的呢 我们做翻托法 助理帮我拿一下托本来 好 这个翻托法呢 最基本的 就走入来写起 来写起表辈的时候呢 这个叫做翻托法 那这里面呢 有一本老师写的课本 那现在我们就是 这个叫做翻托法 这个就是箭头的部分 就是刷子在上下刷 那这个最简单 就叫做翻托法 这个是小张的 小张的 等一下我们这张呢 要翻到这边来 一定要过 场地要过 不要我这边翻过来 使我跑到外面来 这样知道吗 好 那这个翻托法 也叫做定点 这个位置是定点的 就是不能移动 有点晃动 晃动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 在开始要做的话 在最底下 在化心最底下 我们放一张 放一张小组头 在这边 方便等一下呢 我们可以拿上来 好 不要有声音 好 我们在外面 刷一条水线 就是根据我们这边的 扣本上面 这外围刷一条水线 好 刷好呢 我们很简单 把它翻过来 双手拿 离开一点点 刷一条水线以后呢 我们上下刷 刷子从中间放 就刷上去 刷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刷子 用力刷上去的时候 纸张被你 会往上面推 那时候呢 一定要压底下 那要刷底下的时候 手放过来 在上面压住 这样看 很简单 就这样 手这样交叉 这样交叉来做 好 那我们 还有一个动作 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我这边刷第一道 刷下来以后 再刷第二道 再刷这边的第二道的时候 是一半一半这样移过来 刚才刷到这边 那刚等一下 我们再加降伍的时候 还是一半 就是一半一半这样移过来 那刷的时候呢 一定要刷纸张的外面 不能刷到 已经刷到 已经到边上就拿起来 像我看一下 我刷到这边的时候 已经到边上来了 这样就拿起来 但是这边还有一小部分 没有刷到 所以一定要刷到外面来 好 那我们再刷 看这边 刷到底下来 那整张都是降伍 好 那个 噴水符给我 好 这张 这张是我们叫做拿过来的 我们一般叫做画心 就是刚才那张画 拿过来叫做画心 这样做做没有关系 但是 一般的画画的朋友 他是画好以后都回去 都把它折好 方正整折好 放在抽屉里面 那这样的话纤维会断掉 这样称也会掉 所以不规则的没有关系 我们表辈班中文在除作文 这样做做的 我们经过我们脱表以后 整张都是平整 所以我们一个 一个笑话就是 我们是 做做的像这样 做做的像老太婆一样 但是经过我们脱表以后 变成18岁的少女 就是会很平整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再把它翻回来 要翻以前 把这个画心先整平 喷水 喷水壶 嘴巴拿圆一点 水是水滴洒下来的 好 现在呢 刚才这边已经刷好 这样我在standby 我在等到 那我们现在就拿过来 好 要就放低 我们开始刷 刷的时候也是一样 上下刷就可以了 这样上下刷 从中间放 从中间放刷下来 从中间放刷上去 从中间放刷下来 这样 到了边上呢 我们用这个挑杆 要转一下 刷子赶出来 就这样 这样赶出来 好 这个动作要做出来 因为这个挑杆都是这样扶 所以要擦掉 好 我们四周围 先把它擦一下 因为四周围 为什么擦掉 假如没有擦的话 等一下我们干刷 在这边上面刷的时候 会碰到水 干刷尽量不要碰到降乎 好 我们再一次 把它刷平均一点 好 这块白白的 就是水分不够 所以我们加点水分给它 那这样的话 这样就可以 我们可以准备要上板拿上去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单元 这个第二个单元就是翻托了 那就是一般学员来学习表辈 要进入表辈的这部分 大家先学这个 这个是最简单的 好 我们这边 还要再拿起钩子 多一点放在这边 这边没有关系 多拿几张棋口纸来 好 放在正中央 这里有吗 有了 这一张 再多拿几张 那边还有 还要再操作 好 接上呢 我们叫做棋口纸 这个棋口纸就棋 就是开口的意思 就是开启门开启的这个棋 那口呢 就是我们嘴巴的口 放在这边 那放在这边呢 就是方便我们等一下 我们后面的这些 你看这边 这张就是我们要换的 这个叫做棋口纸 那每一张作品呢 每一张作品都有 那这个方便呢 就是拿棋口纸 准备要从这边 假如上板杆一个礼拜 等一下 就上来一个礼拜呢 准备要拿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用 用那个猪鳍子来拿 把它拿下来 叫接张的方便就在这里 同时你拿上去以前呢 脱表好了以后就要吹气 那现在因为这边 里面没有空气 就有空气在 所以它是跟它隔离了 我做简单一个动作 就是从这边 假如我这个话呢 已经上个礼拜做了 那我今天要拿下来 那我就从这边 用这个竹鸡子 把它拿下来 这样伸进去 往底下搓下来 往这边 因为这个刚刚做了 现在不能动它 那是做一个示范 就是这样从这边拿下来 好 那现在我们把我们的作品 就带上去 刚才呢 这边有预先放一张 在最底下 就方便我们这样一拿起来 跟画心一起拿上来 好 这样提过来 慢慢移过来 那现在我先做一个 这个就是用练习指来做的 那等一下我们会用画心 真正的画心的人来操作 这个单元就是 第二个单元 翻拓的计划